从50万一口气跌至18万多 到下次我们月薪三天的商班租业能买得起宝马了 特别是最后一款拥有着大空间强动力 比奔驰GLC还要划算 开出去也是相当的有面子 第一款宝马X2 但从外观方面来说 招款着确实不如宝马X1 空间方面更是如此 不过招款着有招款着的好处 那就是价格暴跌 官方指导价28万5800到33万2900 综合优惠12万4000 罗车现在18万就能够拿下 这样的价格也确实是很合理 虽然入门级版本是低功率 但是也能够爆发出178匹的马力 280的扭矩 以及7.7秒的加速成绩 所以说动力非常的够用 在匹配7档设施双利和变色箱的加持 换档平顺 操控也是非常好 油耗更只能够低至7.1 按用来开的话 经济省油 让你开出去也是不掉面子 拆量4米379 着距量6米670 分量的空间只能说一般 不过配置方面还是蛮丰富的 现在跌至18万多 开出去也是不掉面子 所以曾经会入手吗 第二款宝马三系 有一说一 战款车在外观方面 确实要比奔驰C看着更好看 比奥迪A4看着更加年轻时尚 现在价格方面也是一路暴跌 只打价29万9900到39万9900 又会能够达到7万4 入门级版本现在24万多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相比A4也是相差无几 只不过在动力方面 战款车却不是很实在 入门级版本是低功率 马力只有156 开着确实不怎么样 最起码也有数它的中功率版本 马力184 扭矩300 匹配8AT变速箱加2.0T发映机 0-100加速能够达到7.6秒 以后能够低至6.9 这个版本可以说是要动力有动力 要操控有操控 而且价格方面也是比较合理 接着到了255,700 现在入手也是非常的划算 内饰方面也是非常的高大上 但是相比奔驰C还差一点 不过差长达到4.728 折局2.851 特定的空间也是比较够用 再加上战款车主打就是操控与运动 开出去也是非常有面 现在价格优惠率度这么大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宝马X1 可以这样说 在豪华紧凑SUV当中 战款车的低位丝毫不亚于宝马7系 并且性价比同样是最高的 大家现在狂降10万 入门机版本已经跌至18万多 就能够拿下 虽然价格方面很便宜 但是入手这个版本的消费者都是冤大头 因为是1.5T三缸机 马力也才140 要知道战款车重达1吨5 明显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况 而它的2.0T最响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也才25万多 搭载了2.0T发映机 8AT变得香 0百加速能够达到8.1秒 功力分辨的调节 那是相当的棒 油耗还能够低至7.6 也是非常的经济省油 适合家用 而且内饰方面科技感也是比较足 它达更是达了4米565 然后绝对2米780 空间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宽敞 操控方面也是非常完美 开出去也是不掉面子 上安排的买这款这款 非常的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 你上餐馆帮马车机 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 现在月薪3000也是能够买得起 开出去也是不掉面子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